而对于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商界表示严重担忧 并且表示如果中美经贸摩擦继续升级 他们将会准备停止新的投资 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由美国200家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团体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近日表示 他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开启国家紧急状态 干预贸易的做法表示强烈担忧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主席 同时也是前白宫幕僚长的乔舒亚·伯尔滕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时称 一旦中美经贸摩擦失去控制 美国投资者和商界将会猛踩刹车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都将是一场灾难 他有很多权力 通过国家的安全保障 去制止贸易和商业 这将会导致巨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 而是世界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 乔舒亚·伯尔滕表示 美国投资者已经做好随时刹车的准备 上周五美股暴跌已经传递出这种信号 除了商界外 美国媒体也对总统特朗普的做法提出质疑 美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 今日美国在其网站上发文称 特朗普升级对华经贸摩擦是灾难性的 将造成美国经济衰退 今日美国认为 美国政府的贸易策略已经损害到美国经济 减税政策也很难阻止美国经济衰退的大事 只有开放贸易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虽然美国政府大力鼓吹提高对华加征关税 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 但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对这一说法买账 根据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华尔街日报》近期完成的民意调查 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民众比例呈上升趋势 2019年8月 64%的美国民众认为 只有自由贸易才有利于美国经济 比2017年4月的民调高出7个百分点 昨年4月 sized的民调高产